咦,这里的甘蔗不知不觉又占这么高了 可是一个个收起来可麻烦了 有啦,做一个大大的自动甘蔗收割机 就可以一键收甘蔗啦 试不移植马上改造 先把这里杂乱交错的田地都继续回收 先是西瓜田 一斧投下去可是能有不少的西瓜片吃呢 甘蔗就全部移植掉啦 敲打根部更快享受哦 这里空出来的地方要种植南瓜 所以把这里突出的南瓜都砍掉 然后把这里开感觉西瓜田 这样一来西瓜南瓜就会白白做啦 哦,总算把所有的甘蔗收割完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的甘蔗收割机啦 就决定选址在这里了 先把地皮都铲平 不能距离狼窝太近 不然这些小狼都嘴馋我的甘蔗了 总算铲平啦 绝对准备准备制作所需的材料 诶,只有39个玻璃块 怎么就剩下这么少的玻璃了 看来只能再去收集新沙子 以备不及之需了 我记得后上的小胡博可是有不少的沙子 就是前面啦,拿着我的金铲子 一铲一大把 吸一大口气潜入水中都铲一铲 总算收集的差不多了 差点就溺水了 这里被我开采的坑坑洼洼的 走之前还要记得把这里的坑都补上 一共收集了120个新沙块 就差不多啦,回家啦 回到家里就是先把玻璃都生制出来 现在就开始制作我们的甘蔗自动收割机啦 先是从这里挽上一条水渠子 给甘蔗灌溉 一共10个左右就可以了 接着就放上一个水流 从上往下流 在水渠的周围都过重上甘蔗 回上一大圈就可以啦 当然小伙伴们也可以进行扩大 这么冷的天当然是要把温室做出来了 我用的是严实白砖 简约大方 围着甘蔗来一圈 往上叠高一格 当然别忘记要往外延伸一格 方便我们摆放机械臂 把刚刚收制好的电灯线都拿出来 制作机械臂 一共做出15个机械臂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来个开关 还有电灯线要记得带上哦 往甘蔗上面摆放机械臂 两边相同对称 15个刚刚好 接着就是把门口做出来 做个N字拱门就可以了 放上电灯线 把机械臂都连接起来 门前放上拉杆 只要按下去的机械臂 就会自动伸缩 把生长出来的甘蔗打掉了 为了让甘蔗吸收日夜精华就少不了玻璃块了 让阳光洒进来着重成长 门口也要换上玻璃 这样子就能看到甘蔗的生长情况了 然后把门口修饰一下 用玻璃封顶 防止下暴风雨的时候把我的甘蔗都挂跑了 可是收取好的甘蔗怎么才能拿到呢 有啦 做出一个箱子和一个漏洞 就放在门口水流的镜头 可以参考小麦收割机的收集器哦 往下两个放进箱子 之后的水流就会把丢落的甘蔗丢到水里流下来啊 放上木门 放着有小野人过来偷吃我甘蔗 日光当然是不可少的 照亮这里小甘蔗不仅可以早上生长 晚上也可以生长了 当当当 我的甘蔗收割机就大功耗成了 以后我小鱼儿不仅有好的糖 还没有不少的纸张呢